中立市盛德路从凌晨2点开始淹水 因为河堤溃堤 结果附近上百坪的稻田都被淹没了 另外还有一栋住家有12个人受困 那么因为担心说石门水库泄洪受到影响 所以他们赶快打119求救 但是水来得太急了 紧稍得拿绳索来固定徒步的渡河 才能够慢慢的把受困的居民都给救出来 消防人员一手拉着绳索 另一手紧紧抓着受困民众 强大水流让双脚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 根本难以站稳 好不容易涉水通过 赶快看看家人有没有平安 受困8小时终于脱困 脸上还是难掩惊恐 这凌晨2点多吧 那家里的人睡得久 就淹水大家都睡不着 就一直在扫水啊 好可怕 吓死了 远夜大雨造成桃园中立侠西汇堤 温稳黄水夹在泥沙漂流木 从高处不断往下淹没整片稻田 强大水流形成漩涡 让对面住户根本无法通过 只能等水位下降 才有紧销拉绳索救援 以前在里面的人 有四个大人八个小孩 今天早上 它的后面的猪舍也被留掉了 大概留了一百多只的猪 猪质被冲走 损失几十万元 再加上稻田再过几个月就能收割 现在却全部泡汤 这场雨还没完 民众有家归不得 中立新闻杨中信 游文奇SNC小组 桃园报导